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皇帝之一 和康熙时代一起被称康乾盛世 乾隆一共在位60年 活了89岁 是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 同时也是最长寿的皇帝 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 最厉害的还是他的才华 乾隆打小就非常聪明 又勤奋好学 精通书法会多种语言 在作诗方面更是一名惊人 唐朝可以说是诗人云集 全堂诗里面收录了2200多名诗人的诗 一共48000多首 而乾隆帝艺人所作的诗集整理出来 就有42613首 乾隆老了以后 纵观自己的一生 对自己颇为满意 自称诗犬老人 虽说他的一个文字语 残害了天下文人 可以说是他的遗罪 但是乾隆帝的文采 确实登峰造极 乾隆帝的天下第一难题 当时有一次电视 有两个人实在是难分高下 两人都很出众 难分高低 分不出高低 就没法决定谁是状元 这时候乾隆就一甩一秀 对两人说 我出一个上连 你们谁能达出下连 谁就是状元 其中一个秀才 看了上连 直接摇了摇头 就走了 表示对不出 另一个秀才 看了一会 也是直摇头 结果就是那个 先走的秀才 被清点为状元 乾隆是这样说的 此连为绝对 能一键断定者 必为高才 也就是说 这个没人能对得出 谁能一眼看出 这是个绝句 肯定是个人才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乾隆帝的自大 看了乾隆出的上连 烟锁池塘柳 季晓岩摇头说 这是天下第一难题 首先这个上连中五个字 分别对应 五行中的 火精水土木 同时描绘出 池塘边的柳树 被烟雾围绕的美景 下连不仅需要 合乎五行 还要有相同意境 后来神队出的 下连炮震海城楼 这个是 巧对虚禄中的五队 可以说相当工整 可是拿到乾隆面前 未必通过 首先就是 意境相差太远 不达标 很勉强 另外就是 锁镇旁城 在英律上 对得不工整 深圳铁板烧 这个肯定不行 首先五行不对应 意境上还是不错的 连在一起就是 池塘边烟雾围绕着柳树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深圳的铁板烧 开始做生意了